要施灌顶真言 师父最新开示 心灵法门佛友可念诵要施灌顶真言 师父慈悲开示 现在末法时期 心灵法门佛友可以在功课中 加念十小咒中的要施灌顶真言 要施灌顶真言功效 消灾避难 躲过疫情 通过念诵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过去 请要施佛加持自己内心的正能量 灌顶之后 人会积聚很多正能量和菩萨的能量 来挡住外界不好的负能量和病菌 我经持咒如来星 学习观音慈悲情 请要施如来显灵 给我某某某大家持 清除内心的污垢抗贡业 心善极慈悲心 可度过人间一切苦恶 一旦感觉自己身体不适 或被负能量影响 比如伤风感冒等 或者要到某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就可以马上念诵 念诵变数 时间与地点 通常来说 要是灌顶真言 每天可以念诵 49至108遍 每天晚上最晚 念诵到11点半 至12点 在医院 坟地等地方 均可以念诵 但是 念之前 先要跟菩萨 祈求原谅 今天念经环境不好 但我某某某 心系佛心 请菩萨 慈悲原谅 孕妇小孩 均可念诵 念诵要求 身心清静 需要配合 礼佛大忏悔文 念诵祈求 念礼佛大忏悔文 和药师灌顶真言之前 祈求 我某某某 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请求 请求 药师佛 为我某某某 加持灌顶 保佑 我某某某 身体健康 免疫系统健康 消除身上 不好的病菌 或细胞 或负能量 我学习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 慈悲心愿 来改变 自身的病菌 或细胞 或负能量 请 药师佛 加持灌顶 解救 消除苦难众生 我某某某 曾经造下的 无名业障 我某某某 念多少遍礼佛 大忏悔文 念诵变数 详见下文说明 忏悔 我自己过去意念中 不够正能量 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求菩萨慈悲保佑 为我灌顶成功 保佑我身心 不受外面任何负能量 或病菌的染拙 礼佛大忏悔文如何配比 一 普通功课或许愿一万遍以下 如果作为普通功课念诵 或者许愿念一万遍以下的药师灌顶真言 最好是在自身心念干净的时候念诵 如果杂念太多的话 建议先念诵一些礼佛大忏悔文 再念诵药师灌顶真言 念诵药师灌顶真言过程中 如果杂念分飞可以先暂停 加念一遍或几遍 礼佛大忏悔文之后 再继续念诵 否则 难以得到能量圆满加持 效果不会太好 二 许愿一万遍及以上 许愿念诵一万遍及以上的药师灌顶真言 需要配合二十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这是固定的搭配 不念礼佛大忏悔文 效果不圆满 先要忏悔消除自身业障 如果心不干净的话 菩萨灌顶难以得到很多能量圆满加持 二十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可以一次性念诵 并非每天念诵 先念礼佛大忏悔文 再念药师灌顶真言 这二十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是单独念诵 功课不包括在内 许愿一万遍以上药师灌顶真言之后 每天可以不限遍数念诵 可以许愿十万遍 但是许愿后必须定时定点一定要完成 许完愿要尽快完成不能拖时间 每天自己定好必须至少念诵多少遍 可不限变数念诵 重病者如何念诵 重病患者至少许愿念诵十万遍以上 生恶病的人都是因为正能量的细胞越来越少 业障爆发 一定要正能量灌顶 灌顶就是佛给你大加持 让你身体中充满正能量 抵挡病灾 念诵者须有慈悲心 须消除杂念 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赐给众生躲避共业的方法 但是前提是 必须要有慈悲心才会灵验 如果没有慈悲心 灌顶能量无法圆满接受 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才让药师佛来加持灌顶的 念经时要抱着感恩心来念诵 如果心念不正 反而起反效果 如果一个人迎念或邪念很重 杂念纷飞 无法控制 可以念完一些 礼佛大忏悔文之后 再念一百零八遍 观世音菩萨圣号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 为我某某某消除不干净的意念 然后再念诵 药师灌顶真言 最后 希望大家多多念诵 药师灌顶真言 多多益善 多多加持灌顶 躲开末法时期的贡业 这是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普降甘霖 帮助苦难众生 躲过贡业 因为人的心念不正 所以贡业难逃 因此要纠正自己的心念 来改变自身的病痛 用心念来治病 观世音菩萨慈悲 让心灵法门的佛友 可以多求药师佛 保佑大家 躲开佛法界俗称 末法时期的贡业 另外 现在末法时期 每人每天 必须至少念诵 七遍礼佛大忏悔文 作为功课 初学者 可先从小量念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